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清除腺肝的这个过程 我们经过一晚好的睡眠以后腺肝被清除 我们过去有聊过 会被脑结这样给它清洗一遍 那这个条件下你会发现你会完成若干个完整的睡眠周期 也会经历这种深度睡眠 所以你就会活力满满 熬夜以后睡得更强 时间也更长 这是因为呢 因为你熬夜了 你的腺肝积累会多 它就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复原 如果你这个腺肝清除不足 比如说一个是你睡眠时间不够 第二个是你睡眠时间你感觉够了 但是深度睡眠时间不够 浅睡眠时间过长等等 那这样都会造成你第二天依然犯困 周日复始就出现了好像每一天都昏昏恶恶恶 睡意昏沉的一个局面 所以最核心的内容还是要在于你的有效睡眠时间是多少 怎么就能够保持有效睡眠 唐朝有三个著名的诗人 我们叫诗仙诗圣和诗魔 最小的这个就是诗魔772年出生的白居易 它就是专门写我们今天说口水诗 或者说把它理解成唐代的流行歌曲 它在食宝意识当中写到 食宝扶枕卧睡足起闲淫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它很重视通过休息来舒畅心情 调养身心 那它这个睡眠原则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 再补一点现代的研究 这是很有参考意义的 第一个人家说了睡足再起来 要知道白居易身体并不好 身体体衰多病 所以白居易它不会起得过早 甚至它跟普通人的起床时间也不一样 可能会更晚一些 它是在确保自然醒 睡眠充足以后再起床 第二个呢 饭后午睡 我们说晚上睡眠固然重要 但是午后小气也是一个不错的习惯 因为外部环境的刺激 身体的自然反应 还有你内在心境的影响 白居易也会在这个时候 顺其自然的进入到睡眠的状态 这也是古人养生所提倡的 第三点呢 就随时补教 尹哥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有时候在车上还有个半小时 我也会闭回眼 你知道当你犯困的时候 实际上身体给你个信号 我们简单理解 大脑的腺肝又累积过多了 这个时候你可以顺其自然就进行一个补教 很快就能恢复精力 不过这个时候要注意啊 不介意补教的时间过长 30分钟差不多就够了 否则晚上又睡不着 如果有睡眠障碍的人群 那么我建议你还是要保持有固定睡眠的时间 所以上面提到的睡足在起 饭和午睡和随时补教三年以外呢 还有几点也希望大家能注意一下 第一个 睡觉前不要玩手机电脑 这个手机电脑会发出蓝光啊 它会使大脑更兴奋且容易早醒 跟其他的波长相比 蓝光会更多的影响退黑素的释放 也就意味着更长的睡眠潜伏期 同时会减少你的深度睡眠 即使睡眠时间足够 睡眠质量也会大大折扣 所以基本上呢 我还是建议在睡前 特别是两个小时不要用电子设备 如果要用 你也知道现在很多的电子设备 都有一个所谓的昼夜模式 把屏幕的亮度调低 调整屏幕的颜色 比如说红色和黄色 它的波长相对是较长的 对退黑激素影响相对小 另外一个呢 就是正常睡眠潜伏期呢 一般人啊 一刻钟差不多能睡着 如果入睡困难 实在是受不了 那赶快起床 改变一些环境 做一些小事情 比如说看看书 特别是很难理解的书 第二个呢 可能跟大家很多人认知会相反 就是睡前饮酒 酒精呢 刚一喝有点碎 你是容易碎过去 但是这个时候是比较浅的睡眠期 所以你的浅睡眠期长了 深睡眠期就会短了 喝了酒以后呢 实际上 虽然你感觉入睡容易了 但是它会大幅降低睡眠的质量 所以啊 我并不建议睡前饮酒 包括喝少量红酒来改善睡眠 第三点呢 其实就是要固定的睡眠时间 要记住啊 我们一个睡眠周期 大概就是一个半小时 九十分钟 设定的闹钟呢 其实可以设九十分钟的一个倍数 避免你在深度睡眠的时候 被闹钟唤醒 比如说 一个周期是一个半小时 那五个周期就是七个半小时 在这样的一个范围内 其实就已经达到了 我们应该说 比较合适的一个睡眠时间 如果你在半个小时之内可以入睡 加在一起就是八个小时 十二点睡 八点起 或十一点睡 这七年起你可以在至少在周末 是可以去尝试的 这样的一些睡眠的时间设定的 同时啊 还有一个就是不要赖床 当你晨起闹钟响以后 有时候我再赖一下 那这个时候的睡眠呢 其实是比较浅和低质量的睡眠 最后一点呢 还想聊一聊 肠道军群对睡眠的影响 我们的环境和生活的因素 或多或少的可以通过军群 脑 肠 肘 这个方式影响睡眠 而睡眠反过来也可以影响军群 如果肠道军群的失调 包括五腔四胺减少 影响了通过血脑屏障的通动性 也会导致睡眠质量下降 通过特定的医生员和医生军 来干预肠道军群呢 可以有效的去改善睡眠 同时大家也明白啊 因为往往在睡前你都会饿 有的人会有恶意 又吃了很多这种夜宵 记住 如果你的胃肠道 还在继续的蠕动工作的时候 你也是睡得好觉的 那关于睡眠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办法 我就讲这几点 但是您能都做到吗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梦